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雨昕不仅实力强劲 颜值也在线 气质出众 酷萨十足 深得粉丝喜欢 刘雨昕和粉丝一向都是双向奔赴的关系 凭借粉丝的支持顺利出道 刘雨昕十分宠粉 特意在自己的生日当天 送上了新EP和写真大片当作宠粉福利 单看刘雨昕的五官其实并不算特别精致 但她独一无二的气质却十分吸引人 外表高冷帅气 看似不好接近 但实则谦逊有礼 内心温柔 如此反差让粉丝深深着迷 高情商的刘雨昕不仅懂得维系好与粉丝的关系 还和不少圈内人关系也相当不错 生日当天收获了许多生日祝福 4月21号 周阳青在小号上晒出了刘雨昕庆生合照 几位好友相聚完全丢掉了偶像包袱 展露出了最真实的状态 神仙友谊让人羡慕 周阳青和刘雨昕曾一同参加了综艺《潮流合伙人2》 性格相投的两人建立起了神厚的友谊 其实 周阳青初次见到刘雨昕时 完全没想到两人之后会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 因为周阳青对刘雨昕的出印象是有距离感 性格大大咧咧的周阳青曾大方的袒露 自己初次见到刘雨昕时的感觉 感觉刘雨昕会比较难接近 有礼貌到会保持距离的人 但幸运的是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潮流合伙人2》中 五位常驻嘉宾很快打成了一片 成为了日常户怼的追星好友 从综艺节目中可以看出 他们几人的友谊十分真挚 因此在离别时大家都满脸愁容 离别的合照中 范澄澄 欧阳娜娜和刘雨昕也神是忧伤 场面弥漫着悲伤的气息 虽然综艺节目早已经结束 但她们的友谊并没有因此终止 趁着刘雨昕生日的这个机会 几位好友终于得以相聚 只可惜少了范澄澄和欧阳娜娜 在周阳青晒出的合照中 寿星刘雨昕穿着简单的灰色卫衣 一头金色头发绕眼夺目 而周阳青则穿着低调的黑色短袖 两位高颜值美女神情对望 嘴角都带着浅浅的微笑 看得出来心情相当不错 最吸引眼球的不是周阳青和刘雨昕的超甜对视 而是陈伟霆对着男导演车折的撅嘴亲亲 乍一看实在认不出穿着灰色背心 动作扰扰的男人是谁 经过粉丝提醒才知道是陈伟霆 好家伙 差点没认出陈伟霆 对于车导干啥呢 原以为陈伟霆会很介意丑照流出 没想到周阳青却透露 陈伟霆丝毫不介意 她告诉我千万不要批我请原图直出 看着陈伟霆如此出格的动作 有网友猜测他们是喝醉酒了吗 照片中的陈伟霆面色微红 再加上如此随心所欲的 对着一个男导演绝嘴亲亲 极有可能是在醉酒状态下拍摄的 正因为在好友面前 陈伟霆才会完全丢掉偶像包袱 不介意自己丑态摆出 由此看来 极个神仙友谊真是让人羡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